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送员越想越怕向公司提出申诉 若自己因此染疫一定跟公司求偿 却只得到罐头回复 让他认为这防疫当口外送员却没有选择 公司态度不应该更加谨慎吗 针对投诉外送平台发出书面声明 隔离用户基于各司法 各家外送平台皆无法得知 考量长者跟学生族群不便使用线上付款 保留现金付款功能 但还是会全力推广 无接触送餐服务 目前平台只有接单后 才能看到是否为现金付款 若是不想接可以转单 对外送员来说的确多层风险 但平台针对无法线上结账客户 保留现金付款功能 到底妥不妥当 实在陷入两难 三十人突养全股不先高雄报道